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通日比赛的主席 来自甲峰的书维和同学 所有隔离的理计词员 来自严峰的曾伊晴同学 现在为我介绍仓峰面语 甲峰主编李欣语 甲峰第一副编 曾云彬同学 甲峰第二副编 蔡进佳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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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論隊 補習老師 郭書 民主席 華英 生學 編論隊 補習老師 大蔡草 先生 臣力 醫處編 編論隊 補習老師 陳百姓 先生 演唱比賽 公主變 公變 一戶 二戶 自由編論及自變共國國文節 發言時間 四三三四 公變 周圍 每方兩分鐘 自由編論周圍 每方三分鐘 發言法 每次發言時間 攝束前三十秒有一的提示 九中即有兩的提示 超市十五年周圍 憑比賽 詳細退規 已確保於各參賽博客 如果比賽期間 出現任何問題 我同計事員會集結束 多有三位同職場作出解決 請問各位有問題 和我計劃 今生成為主編論 請多謝大家 主席評判 助署各位 大家好 樂壇頒獎勵是對音樂作肯定的活動 演例上出現 播放的作品可以得到最大範圍的傳播 最終獲獎項肯定的作品 更加可以得到大眾傳媒的報導 和宣傳 帶動音樂產業 可惜 香港樂壇發展一直處於低迷 正如恆生大學社會科學在理學系教授鄧健一指出 以香港為例 過去二十四年在各大頒獎禮之中 有七位歌手奪去四分之一的獎項 反映現行的頒獎機制下 得獎的音樂根本無法更新替代 廿年前的一流行曲風 歌手到今時今日依然可以得到獎 與樂壇實際情況脫節 所以樂壇頒獎禮的頒獎形式 需要長遠改為以樂迷為主 令到獎項真正反映作品流行程度之餘 亦都會令到樂壇的發展更加多元化 為使樂壇頒獎禮的評獎結果 反映樂壇真相 而且長遠帶動樂壇整體發展 逐步趨向多元化 我方唱以樂壇頒獎禮 應以樂迷轉出心中曲目 從而由提名階段入手 讓歌迷選出他們心中覺得好的作品 然後再到評選階段 以樂迷選出大部份的幕前獎項 例如最佳歌曲 最佳男女歌手等類別 以確保符合當下流行的趨勢 而專業的幕後人員獎項 例如監製 編曲等 側交由相關領域的資深評判作決定 故此今日和兩面提的標準在於 在兩個平常方式 何者更有助於解決翻唱例 現在存在的代表性不足 單一化問題之餘 又可以促進到音樂的好持續發展呢 我方贊成便提原因有二 第一 正本清源 帶動多元發展 音樂的本質就是一種廣義的聲音藝術 講求當下人心與樂曲的互動 而電台一波放率 評審的喜好等客觀標準 只能代表作品實到 受到特定客群的認可 並不可以真正反映到音樂的價值 正如台灣音樂人楊偉宇指出 音樂最終的目的 希望做到語人共鳴 因此作為一個講求聽眾共鳴的作品 基數最大的樂迷無言 最有發言權 可見 以樂迷為主去選出得獎者的方式 可以令樂壇免於一言堂 甚至樂迷參與提名 他們選出一些代表自己的作品 提名更多元化 意味著更多不同風格的作品 可以透過樂壇班獎禮的平台 去接觸社會 帶動樂壇進入百花齊放的局面 想問有一方 專業評審 又可否等同於樂迷的意見呢 第二 回歸民意 貼近樂壇現況 樂壇一年以來推出的歌曲 又怎指班獎禮介紹的那些呢 正如根據美國唱片協會的統計 2020發布新歌達二十六萬首 而同年格林美長所包含的作品 只有六百首 班獎禮根本不可以反映出樂壇發展的情況 相反 由樂迷傳出 正正可以提升市民投入感之餘 更加可以增加認受性 正如電台節目主持人劉全謙指出 初級班獎禮的宣布結果 都會讀出投票人數 和獲獎歌手得票數字 令到樂迷清楚民意 大大提升獎項的認受性 加上 由樂迷參與提名 正正可以令到整個班獎禮 更加具廣泛代表性 他們可以因應自己的喜好 選出自己有所共鳴的作品 令到一些題材相對小眾 平時未被提及的作品 得到曝光機會 最後 想問有方 現行班獎禮與樂壇現況脫節 是否還任由主辦方和評審閉門造居 不視樂迷取態呢 不視各位 接著是月光主臉 有四分鐘時間 各位,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分同學一出來的定義錯 因為有分同學變態是說 有分同學會議論正的是 惡迷選出頒獎禮為主 但有分同學今天說的是 原來惡迷投入提名的歌曲 其實它是一個很小的範圍 最後決定哪一個內掌 有方同學都承認了 在我專業評審選擇的時候 所以其實今天 有方同學就不是了 待會面看 然後我們要說的是 今天頒獎的目的 今天有方同學和我方頒獎的目的都是一樣 確實上去表揚一些 表現優異的歌手和音樂人 去肯定歌手和樂壇 帶出來的貢獻 去鼓勵一些創作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討論哪些作品 更加能夠得到肯定 如果透過樂迷去輸出的話 歌手要鬥人氣 贏很多時候都會用它紅 粉絲量多 所以無論首歌的質素是怎樣 都會有粉絲去投給它 歌手可而不是因為 對樂壇很有局面而拿獎 可以因為做作為搞笑做戲 甚至是純粹帥仔 所以多人投 所以結論就是樂迷投票者 會反映這個高人氣 但拿獎的原因 可以跟樂壇無關 所以今天就算有方 他給樂壇 去投提名歌 他投出來的全部 就會是現在時客最多紅的歌手 根本就反映不到音樂質素 相反 專業評審對音樂有一定的認識 即是跟序長最專業評審 就有一定的要求 例如是最佳男女主角 會由香港的人鐵會 例如胡天樂 許貴文 這些在業界打滾 當年的工作者選出 所以他們就會用自己的角度 透過整體的質素去選擇獎者 即是今天我方的行動標準在於 哪一個頒獎方法最有在樂壇發展 我方認為樂壇頒獎典禮 應二專業評審為主原因有二 第一 樂迷投票有違 頒獎以而失去音樂質素 正如剛剛所說 樂迷投票的結果 只會知道哪一個歌手人氣最高 不代表他唱得好 首歌不一定質素高 而歌手有曝光的 可以不是因為他唱歌好聽 可以是因為其他犯愁失明 甚至是粉絲覺得他英俊 所以他拿獎無法反映音樂質素 例如胡天樂 他出名唱歌媽媽 但因為他合唱唱了半首歌 就被網民玩東西 推了上我最喜愛的男歌手 例如近年 他最愛的歌曲 都由盧漢和姜濤去拿 但他們的奈獎 不是因為他們唱歌好 歌好聽 而因為他們的粉絲數量很多 多到兩邊的粉絲會拉票競爭 所以逢親有得投票的獎項 都由他們兩個包辦 跟他們對樂壇的貢獻和實力 沒有直接關系 所以我反而不是覺得 他們拿獎最喜愛有問題 而是當今日 連最佳填詞人 最佳唱人都是敢投的時候 就有問題 最多大部份獎 都是由樂迷獲 歌手和填詞人想拿獎的 就不是要唱好些歌 填多些有共鳴的詞 而是想怎樣幫我投資多些 有出名的明星 就算MIRROR的粉絲 他們會不來質素投票 連唱歌由吳林峰峰都說 不過MIRROR四個歌 不論好壞都有人聽 當國樂壇只肯定有出名的人的時候 而不是肯定有能力的歌手 國壇只會失去音樂質素 要確保沒有以上的情況 我們就會告訴一些音樂人 如果想獲得肯定 就又有質素的歌 而不是炒熱到 所以我們要加給專業評審 去選出得獎的作品和歌手 而不是隨便便 見英俊就可以投 第二 某一段好歌手獲得肯定的機會 令有心做好音樂的人卻步 比了一個沒有做好音樂 但人氣高的去內獎 就等於令其他音樂人 失去提高知名度的機會 這幾年由外迷選出來的歌 多數都是迎合大眾 但好歌不一定跟大眾口味一樣 在外迷投票隊下 不想迎合大眾的歌手 要是接受他們會有獎又肯定 要是放棄做音樂 例如小肥在香港第一次訪問都說 他的目標是想人家覺得 耐了的是他又認同 假如今日大部分的獎 都由某個歌手的盲撒粉絲選出 可以小肥這些不是靠樣的歌手 就很難獲得被肯定的機會 有時吳牛峰都說 他寫給自己的歌 沒有獎項 沒有人聽 但寫給別人的歌就很紅 覺得自己很廢 很迷惘 所以今天 有心做好的音樂的歌手 他們會質疑自己甚至放棄 但作為音樂人 作為專業的平衡 就可以有一些質素高 或者唱歌曲的歌手 我剛才會繼續進步 多謝各位 請評伴注意 錢寫公便分措施 請特別留意錢寫次序 特別是月光分裂 第一格依次序 依化而次序 你分數 第二格才寫公便分數 好 現在甲方請自由派出 一位便便做公便 請你自由選擇 月光一位便便接受不信 好 好 有方便開始 然後就去中時間 想問有方 甚麼歌才好聽 個個都有不同標準 所以有方便知道 個個都有不同標準 那大家投票給姜濤有甚麼問題 因為 因為現在粉絲投給姜濤 他們的標準是因為他們喜歡姜濤 而你喜歡姜濤 可以 不喜歡姜濤的原因 可以有很多 就不一定是 等等有方便 我覺得姜濤唱歌好聽 兼顧她英俊 她英俊加唱歌好聽 又被衝突 那現在就是因為她英俊 就是因為有部分粉絲 覺得她英俊才投給姜濤 好啦 所以今天有方又退 她同樣是部分粉絲 所以根本不是大量粉絲 以樂迷為主 究竟有甚麼問題 那只要有粉絲是因為她英俊而投 有方便否認到 他們有粉絲便不是基於她 所以有多少粉絲是因為她英俊才投她 那有方否認到有粉絲是會這樣做 所以今天有方以偏概全 覺得今天有一兩個都會 英俊投她的時候 這個就會失衡 那今天有方又覺得 古天學英俊投票給她 有甚麼問題 那為甚麼不投一個最英俊 可以投一個最英俊獎給她 那有方又說了 最英俊獎 所以今天我們說 是樂壇頒獎 今天粉絲有不同意見 今天我覺得她好聽 你覺得她不好聽的時候 今天我覺得她好聽 頒獎給她有甚麼問題 那只要你不是根據她唱得不好聽這個標準 只要有粉絲是這樣做 就不應該出現這個樂壇的頒獎 所以今天有方向我修改 電流傳來論證 為甚麼我們要評審為主 今天跟我們說 有一部分粉絲不是因為她最高聽 而頒獎給她 所以就覺得有問題 但今天有部分粉絲存在 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原來原來評審存在 也是同樣的問題 評審一樣 我覺得她英俊頒獎給她的時候 有方向有沒有否認到這一點呢 那評判她頒獎就一定是基於她對音樂的認識 那有方也否認不到有粉絲 不是因為這個意見 有方向我都跟你說 我評審因為她英俊頒獎給她 有方又沒有 有方給不到例子 有方你也給不到例子 有方你也給不到例子 今天同樣的 有方向只是她的兩聲 多謝各位 接著輪到月光光美女 月光請自由看非外表演 並未接觸得相同 嗯 雖然 好 月光公正開始 你有兩分鐘時間 最終說大家好 原來想問相關 對這個外談班主的典禮目的 都是一致的 都是要肯定音樂 所以想問有方成不成形 有麻煞的粉絲 有方向我哭了嗎 有方向我哭了嗎 我看不懂 現在雙方對於北岸談班主的 目的都是一致 就是要肯定音樂 有方成不成年有麻煞的粉絲 有方向我哭了嗎 有方向我哭了嗎 甚麼是麻煞 可不可以給我解釋一下 麻煞的粉絲 就是不管她好不好 聽都好 每樣都要投票給她 有方向我哭了 因為現時 有很多人 例如喜歡俊逅 你走就不停 所以有方向我哭了 原來現在有麻燥的粉絲 今天有方主編你和我 剛剛你附密就和我說 有些人 只是一小部分人 是因為他英俊而投票給他 但原來有方說你現在 你方都承認原來 現在是一群麻燥的粉絲 只是因為英俊而投票給他 所以今天有方說 原來我方主編所說 只有姜濤和魯汪廷那一獎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唱歌好聽 而是因為他英俊 所以有方說你今天的標準 就是因為想透過這個我彭班長 而令這個我彭班長更加多元化 那現在只有姜濤和魯汪廷那一獎 為何是多元化 那我自己有方和我羅室 評判都可以說 因為他英俊所以就頒獎給那個人 但現在評判就是因為有專業的獎勢 他不會因為這首歌 他的英俊不會因為他 就算他是唱歌走音 都把人家投票給他 所以想問有方說 問多一次 如果你今天現況 就是現在只有姜濤和魯汪廷那一獎 為何只有他們兩個拿獎 是現在你的班長 你都可以令到歌壇更加多元化 但有方和國學電視評判 會不會有自己個人的思想 覺得有個人的思想 是有個人的思想 但如果你放入歌謎的話 放入歌謎的話 放入歌謎 他那一字只有一個就是 他們兩個哪一個拿獎 但如果評判的話 起碼他會有其他不同的人 在他們眼中 例如張敬天 或者是多謝各位 現在公明完成不錯 能夠感到怎樣固定 只有三分鐘時間 現在公明完成不錯 能夠感到怎樣固定 只要三分鐘時間 現在公明完成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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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大家好 應該留雙方的合唱 雙方都不犯罪 是惡迷和專員評審算出的成分 雙方只是 不論是 應該是惡迷多些 還是專員評審多些 但是有方和我忽略了一個 音樂的核心 音樂是需要與人共鳴 當時我得到那個 他填詞好 編曲好 連唱機都好 但得不到大眾的功能 大眾都不知道當中的意思是什麼 想問有方同學 一首分明所謂的歌 事外多 連到之歌 有何不同你呢 何方不反對 由專員評審算出的最高 專員知識和技巧 甚至是調音編曲 都是專員評審 獨有的知識 多年是由專員評審算出 相反 對象作為大眾痴民的頒端點 是否應該反映大眾痴民 過了一年的口味代氣口呢 保障 音樂雜致 Fearful 以綜合編輯 數碼音樂下載 串流量 廣播放送次數 公演及參與社群次數等 再加上全球歌迷投票選出 最終得獎者 想問有方同學 大眾喜愛 對我發展 重不重要呢 OK 最終得獎者 甚麼叫為主呢 作為樂壇 作為專業範疇 有頒獎電禮說 作專業評審作主導 去肯定音樂人過去一年的努力 我方不反對 但應不應該越來越多成為主導呢 新城敬爆 頒獎電禮給人說 海公分豬肉 敬歌金曲頒獎電禮說 親生子女的天下 以專業為名 為老為實 惡迷正正人反映著 甚麼叫好聽 甚麼叫不好聽 由專業評審和市民 選出候選名單 再由大眾選出 決定權在惡迷身上 保持到有方同學執聚的專業 好 又沒甚麼可憐 出來同學 接著是決歌的音樂後面 又花了很多時間 各位大家好 今天由方主編一開始就跟我們說 頒獎典禮的目的 是要肯定一些質素高的音樂和歌手 但是他們又說 頒獎典禮要反映到流行程度 我們要知道 這兩個目的 是不可能同時出現的 因為你只要反映流行 你只要頒一些流行程度高的歌 那些歌 就一定會有一些質素不夠好的 而我們因為 我們見到就是 只要我們就是用惡迷選出 那我們就是鬥惡迷粉絲有多少 換言之 我們就是看誰的歌手人氣最高 而人氣高的原因 可以有很多 那些粉絲可以因為姜濤 他們打球的時候 素顏而喜歡他 也可以因為 盧漢亭他很帥 而喜歡他 那又怎樣做到 要肯定高質的歌手和音樂的目的呢 再者 我們見到 我方第一個論點就是 歌要多元發展 但我們今天見到 是無可能做到這件事 因為 那些頒獎典禮 他們在鬥人氣高的時候 只要MIRROR 他們一提名 他們就會拿獎 換言之 就不是一些多元化的歌 而是MIRROR的歌 一直在拿獎 因為我們要知道 你粉絲多 不代表拿獎的歌 就是多人有共鳴 現在的粉絲 例如我們見到 盧漢亭他的新歌 他點King Kong 他的點閱率很高 他有超過一萬的留言 全部都在支持盧漢亭 或者這首歌很好聽 但我們見到 有一個IG的專頁 他在批評這首歌的時候 有超過兩萬年的點贊 我們就知道 現在多人的粉絲 喜歡的歌 就不代表他們真的有共鳴 而是粉絲一旦喜歡這個偶像 無論他們的歌是好還是不好 他都會留言說 很好很好聽 盧漢亭很有魅力 就是那些 所以我們要知道 多人投的歌 就不代表會多了歌 比肯定 再者 今天有方質疑我們評審的標準 就說現在有些頒獎典禮 例如深城 他會有一些不好的例子 但我們要知道 深城就不是評審為主 而是根據主播 和不同的標準去選 所以有方 今天要跟我們仔細說 為何可以拿深城這個例子來搏我們 再者我們就見到 他們說 評審都會有自己的主觀 但他們的主觀和樂迷的主觀 又會一不一樣呢 我們今天見到 評審不是在街邊賣個豬肉的大師 都可以來投票 而是一些他在樂壇有很多年經驗 他對音樂知識很高的人去投的 所以今天他們的主觀 也是基於他們對音樂的認識 他們會投一些他們認為音樂質素高 而我們見到樂迷他們的標準是什麼 他們同樣都是主觀 但他們的主觀 他們的主觀 只是他們喜歡不喜歡的粉絲 而有方論證不到的是 那些粉絲喜歡偶像 就一定是因為他的音樂好聽 因為那個歌手唱歌好聽 所以你不能拿評審的主觀 和樂迷的主觀來比較 所以其實我們見到 當年和古天樂競爭 我最喜愛藍歌手獎 他們每個都至少在那一年 他唱了好幾首歌 所以是不是真的說 這個演員只要和別人合作 唱這首歌都可以拿獎 多謝各位 現在是甲方第二部 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主席評判 還有各位一首歌 怎樣叫才是好呢 今天討論的獎項 我無非都是想得知 什麼是那年最好 那年最佳 但是我覺得好 但是你又可以覺得不好 大家又可以覺得好好的 就好像美術大師 朱光潛都自出 相同的音樂 在個人心中 理解都是不同的 有方就說 要找一個標準出來頒獎 所以專業評審就很有用 可以去決定得到 但是評審都是人 人就會有個人的口味 個人的回憶 個人的偏好 再者有目標 根本都不可以避免 就好像是這樣 被人說是繼續抄襲 更加是有個口中 推崇的專業評審頒獎禮之中 一個獎都沒有 但是人人都認識他 更加是串流音樂平台力壓 姜濤成為最多人收聽的廣東歌 由惡迷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Tone Music Awards 未來音樂選 這首歌更成為二二年 香港音樂年度十大的第三位 不如有方義父解釋一下 為何這樣才不值得成為 其中最佳之一的一位呢 港老底有方同學有公信力 所以專業知識就很重要了 我方不反對 為何那麼多人投票 公信力就沒有呢 那麼多人選都沒有 難道小人選最多公信力呢 接著是有專業評審的獎項 和惡迷選出的獎項 根本沒有衝突 而其重點是 在於是多還是少 我作為一個覺得共鳴的途徑 當然越多人有共鳴就越好 所以受眾真是惡迷去決定 帶多獎項 相反 有方是否覺得 我覺得共鳴越少就越好呢 來到二虎這個環節 有方犯下一個錯誤 第一 其實有方說 一招又是很多歌迷 和一個歌手 又做不到多元化了 其實有方說 一直都說 就算改革之後 那些小眾歌手 又是好像以前那樣 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有方說 兩者其實有很大分別 以前是只有一個歌手去領獎 他們全獎了四分之一的獎 但是現時 可以有很多機會 令到小眾歌手 領到獎 登上這個頒獎禮 從此 如果是 還可以公開這個票數 令到小眾歌手 有這麼多的動力 令到小眾歌手 再創作 新的作品 又會有新的東西 會令到他們變得更好 所以有方說 為什麼 不是多元化呢 還有各位 由樂迷選出 不單是被樂迷決定 誰得獎 這麼簡單 還要是庫權給一班樂迷 大家經常說 香港的樂壇 沒有人看的 要有人支持 正正就是 大家都覺得不關我事 那些歌 全部都不是我選的 由樂迷去主導 正正就可以 大家的入開 由大家提名 選出你的最愛 再將人投票得出獎項 這個權力正正就是 令樂迷再次向樂壇 不再是專業議事的條路 最後想問有方 這項獎項比例 越來越低 是否反而可以提升樂迷的參與度 多謝各位 接著是遠方第二部片 你有三分鐘時間 大家好 今天隔方主編提出了兩個六點 就是可以做到多元發展 以及可以符合表達到 現在香港樂壇的現狀 但其實我們看到 是做不到多元發展的 有方都知道 原來拿了獎 才叫做推廣了音樂 但是有方就說 要是以粉絲去提名 提供了一個競爭的機會 但是最後 你選出來 都是鬥你有多少粉絲 而你粉絲技術有多少都好 即是說 是有人氣 高人氣的人 才會有些歌手 才會有力 才會獲得獎 而有方所說的小眾歌手 他就算被提名 說到明是小眾 即是小粉絲投票 他到頭命內 都是獲得不到獎 同時 如果沒有人喜歡 但高質的歌手都拿不到獎 如何發展到多元化呢 那是否真的好像 樂壇 如何都是由姜濤和盧瀚亭 兩個人拿了獎 就叫做多元發展呢 第二 其實這樣是表達不到現況的 因為現在說的是 如果有方要表達現況 只不過是香港樂壇 有多少人喜歡這首歌 而不是香港樂壇 正在發展的現況 這樣是推動不到樂壇發展的 有盲撐的存在 有方通承認了 即是說 他們那班粉絲 是不理他們的音樂質素 不理他們作詞 作曲有多好 只不過是為了投自己心愛的歌手 就好像 如果有一大堆姜濤的粉絲 去投姜濤的歌 都不代表香港人這樣想 是覺得姜濤的歌是好聽的 所以有方所說的 認受性 其實都沒有 都沒有做到一個代表性在 而樂壇 這個現況就是 音樂質素 他們會為了粉絲而放棄 而沒有那麼注重自己的音樂質素 而反而去發展一些其他方向 去獲得人氣 例如上綜藝節目 例如做慈善 比上司覺得他們很善良 而覺得人氣 而反而沒有發展到好音樂 這樣就反對了一個頒獎典禮 應該有的原意就是為了推廣好音樂 令到好音樂在大眾的眼前出現 所以判斷誰拿獎的權利 就不應該交給樂迷 就好像小肥和吳林峰那樣 他們就被香港樂壇 是因為他們以粉絲投票 以為基本的 因為有這樣的獎出現 就令到他們很心灰意冷 還有一些已經默默推出了香港樂壇 令到曝光度想採訪都採訪不到 所以我們看到如果整個頒獎典禮都是以粉絲為主的時候 就會令到更加多香港想搞好音樂的優質人才流失 因此我們今天不應該只肯定一些在樂壇上有實力的歌手和創長 謝謝各位 現象重一 自由編述環節 雙方在有三個裝潢的時間 當中方出發言時有警告 本人會宣佈另一方成的時間 該方和自由派出一位說都為人員發言 而每位便員都必須再用這環節發言 如本環節結束時 在場人士發言又便員從未發言 可即使不評出 索實的話 該方便便員索出一方 將被每位評分的求取平衡 請問雙方有何問題 合計說 自由編述環節開始 請教育派出一位選舉手 先發言 雙方在有幫同學 人家公眾的動力算不算是有質素 我根本有幫同學問你做甚麼 第二件事就是 例如今本環節成名了 如果是惡迷投票 便會有麻粉出現 但現在 如果是惡迷投票 便會有一張和一張麻粉 去投給他 每一屆的包裝都可以獲取的手 有分合學 你所謂想要的小竹那一首 去獲取的手 分合你怎樣做 為何人氣不算是中獲力 不如問問你 我談包裝典禮 為何要有人氣 為何不是音樂最好 他最應該獲取的 所以甚麼叫音樂好 人氣高就不代表音樂實力好 為何他不會邊人氣高邊實力好 我們 不是 現在就是跟你說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 我談包裝典禮 你投票的制度 不應該是基於他人氣高 人氣高 為何你不直接 把最高手層綁給他 而是要在我談包裝典禮 給他獲獎呢 所以今天說到底 都是有方固有印象 覺得人氣歌手就是沒有實力 就是沒有質量 但今天其實他同樣有人量 同樣都是高質的歌 為何今天我們頒獎給他 又不行呢 再反問非得方 原來音樂的價值是在於獎項 認同並共鳴 現在的現分就是跟你說 如果有個歌手 如果他人氣高大 又唱歌好聽的 我方不反對 但是現在就是跟你說 如果 如果 如果現在有 永遠都是有外賣投票的時候 永遠 他不用唱歌 好 他人氣高都可以獲獎 那現在有多少人 是好像有 發表中間的歌手 不是 因為他人氣高 而高質 不是這樣 不讓他們獲獎 是可以的 如果那個專業評審 覺得他可以 值得分獎 是可以這樣做 但是 如果現在 如果以粉絲為主的時候 就會令到很多盲燦的粉絲 是只不過因為人氣高而獲獎 所以說到底 今天我跟他說幾個例子 姜濤 盧漢婷 就跟他說 現在整個樂壇 都只是以粉絲為主 但現況上 根本都不像有方這樣說 原來你所說的 這班獎典禮 跟林家謙 張天賦 一樣都有獎獲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不是又有人氣 又有實力的歌手呢 永遠 你今天去惡迷 只在今天 我都承認了 張天賦 原來林家謙是有實力的 為什麼 不是他去拿獎 而是永遠 那些樂壇最喜愛的歌手 都是姜濤 拿 所以今天 我跟我們說 原來 有些有實力的歌手 一樣有獎獲 原來 他都認證不到 現在有人氣 代表質量不高的時候 我根本都說不過去 今後方 今天我跟我們說 多元發展 原來看到姜濤拿獎 根本都做不到 但其實今天 是否只要拿到獎才叫有價值 湊濤 湊濤是誰 原來是有方 我們看到現在 刺冊的那些 唱樂獎 拿獎是誰 拿獎是林家謙 如果是我朋友的 我最喜愛的 男歌手獎是誰 是盧方亭 所以今天湊濤 湊濤是有方同行 想問 如果現在是一群麻燦粉絲 有方自己都承認的時候 永遠拿獎都是姜濤和盧方亭 為何這是做到有方同學所說的多元化 想問有方同學 你都答不過我的問題 我想問 財會和評判可以做到多少 我們回歸上一條問題 簡單問有方一句 如果現在的方法要論正 惡迷為主 換言之 如果那些最佳創作歌手 都要去惡迷投的時候 那些人是會投給盧漢廷 還是投給林家謙 林家謙 還會不會拿到這個獎 等一下 有方你都要論正 為何評判為主 為何一到評判 他就代表他不會投姜濤和服務 盧漢廷呢 因為姜濤和盧漢廷 未必是唱得最好 還有如果落在外媒手中的時候 結果只得一個就是 要是姜濤或者盧漢廷拿獎 如果專業評審 專業評審他不是等於沃迷 因為專業評審 起碼會有些專業的裁決 或者專業的資深 去判斷這首歌 究竟好不好聽 再想問有方 你們所說的原來是 可以令我談得更多元化 原來是因為 你覺得沃迷投票的話 就會投一些小眾的歌出來 但顧名思義小眾 為何是小數先識的歌 為何根據他們的外媒投票 會投給他們出來 好了 今天有方和我用兩個例子 講全場 一直跟我說姜濤和盧漢廷 但其實呢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歌手 原來見過 還有張天賦 南家謙不同的歌手 一樣有獎項 一樣都不像有方感 只有歌手講 就玩全場的時候 今天有方和我根本認識不到 好 再講 今天有方和我講 其實他是越方變題 他叫評審為主 那今天有方和我從來 無論證明 為何評審作標準 就會這麼公平呢 好 那你說的例子 你跟我說 在林家謙和張天賦 他們 如果在我迷投票下 他們何時有獲獎 他們何時沒有獲獎 他們何時沒有獲獎 一分數一分 港字又快速變成 還有一次最後一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用兩個例子 講全場 一直跟我們說姜濤路案情 全部粉絲衝水 就叫做不好 但其實除了這些例子之外 有方和我看不到姜濤荒 原來有方和我講多元發展 現在姜濤拿了 大家就沒有獎獲獲了 但其實 是否只有獲獲才對歌手來說 有意義呢 其實在我方方按下 由提名開始 已經是由樂迷為主 現在樂迷去提名之後 就可以令到他們 反映出他們對一個歌手 到底這些歌有沒有價值 所以今天從來不止 只有獲獎才有價值 其實在提名階段 原來一個歌手 給一些樂迷提名之後 一樣可以做到價值的時候 今天有方和我都看不到 今後方 今天有方和我一直跟他說 一些出名又人氣的歌手 就不代表他質量高 但其實這種質量高不高 一樣都是轉觀判定 今天有方和我覺得 姜濤唱歌不好聽 但我覺得姜濤唱歌不好聽 我每次投票給他的時候 所以何位高質 根本沒有判定不到 所以今天有方和我最重要的是 他根本沒有和你講過 何位質量好不好 今後方 今天有方和你講過 小眾沒有被看到 今天就是 多謝各位 好 現在是先玩意 雙風這邊有一空中預備 好 好 現在是先玩意 雙風這邊 有1空中預備 生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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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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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